- 喂,喂,好,那個,大家好,那這次的議題是小小社群就從我一台伺服器開始,那我是蔣斯基爾,那這邊是我大概經歷介紹,那這邊有email,如果有問題可以問我,那經歷部分我就不講那麼多啦,主要就是我跟各位很多人都一樣就是日若大概而行,然後日出而歲的馬農,對,好,那在開始之前呢,我想,我想說一下就是這個講題可能適合 這樣子的對象,就是在學校裡面,可能你們會想要創社團,那或者是在一應初社會那想要組一些社群的人,不過我想問一下在座有多少人是出自於這樣心態來聽這個議題的,可以舉一下手嗎,好,很明顯的沒有,有幾個,很少,那沒關係,就是這個議題其實還適合第三種人,就是覺得自己很廢想要變強的人,OK,那我想跟各位說的是,其實我社群之力並不深,如果拿認識賊社福為基, 一個基準的話,那其實我認識賊社福不到半年,那,呃,所以open source開發經驗其實我也不是很多,那從這張圖上可以看到的是,呃,這社會大大的回我,對,代表我真的有認識他,好,那,這個議題其實我打算分成,呃,一半,五百八千人兩半啦,小小社群是講我們社團,從無到有的成立的過程, 那後面我會去講說,這台伺服器,也就是我一開始開場那樣圖的那一顆種子,是怎麼種下的,那,講小小社群之前呢,要先講社群意思,什麼是社群,其實,呃,這是wiki上面一個定義啊,就是,呃,我們關注的焦點其實是在社群經驗,而非其他的,呃,外在的特徵,不過這些真的不重要,看不懂也沒關係,簡而言之就像ubuntu這個logo一樣,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組成社群,真的不用care太多,那,所以我就來case study啊,那我就舉我們 學校的例子,當然就是,呃,網路開源社,中央大學網路開源社,那,我們,我大概用三個東西來講,一個是如何成立,然後我們打算做什麼,怎麼做,怎麼做,那,呃,這邊有我們link,就是來,其實我是來公關的,好,沒有,那,如何成立的呢,呃,其實大致上我們有,呃,天時地利的和三個項目,那,天時的部分的話,首先就是G01大概在,呃,前年,呃,去年前年發跡啦,那,就是變得很 嗯,還蠻風行的,那,再加上我當時也從學生會退休,在座好像,呃,我據我所知,報名的不少人都是學生會的嘛,然後還有任何的話,就是不只我,很多人都同時入坑了,那,第一例的話就是我們學校沒有相關的社團,那,三個項目加起來,就按我們成立的這個社團,那成立社團總是要有一些目的,我們打算做什麼呢,大致上的話,有,呃,四件事情,其實前面兩件我想都不太重要,最重要的是後面兩個項目,如果你今天是在一所學校,你要成立, 一個社團,那最重要的,我認為,要有個明確的目的,那我們的目的,其實就是讓校人資訊化,那,還有協助校方宣傳合作,校人資訊化的部分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,學校其實很多事情他不會幫學生做,比方說你們家BBS駕站通常都不是學校在管,通常都是學生在管,那,原因是在於學校沒有多餘的人力去做這件事情,那,怎麼做的話,其實很簡單嘛,對內的話就是,因為我是學生會, 退下來的,那,其實我,相對比一般學生更了解學校,所以我們就是要讓,呃,我們社內的人,更了解學校的特性,那,也作為學生跟學校溝通的橋樑,因為我們畢竟我們社團內,可能會相對的有一些資訊專業的能力在,那,對外的話當然就是做出作品來,那,這一點可以參考我們網站有一些我們的願景,那,還有舉辦一些活動,比方說演講等等的,那,要做這些事情要讓學校幸福,就是要有說服力,那,呃,為了要更順利的, 我們要有說服力,我們必須要,呃,利用學校的特性,就是學生發問的時候,學校勢必要回應,那,這些事情的話,就是,談到要說服力嘛,那,講到要說服力,其實,最大的問題就來,很多人下不了手,大概是在這個點上,其實是沒有資源,那,資源要怎麼找的話,我們的例子,也許沒有辦法做為所有大專業校的參考,但是我認為,這是一個可以走的一個方向,就是,我們要有說服力的話,我們要有說服力,我們必須要利用學校的特性,就是,學生發問的時候,學校勢必要回應你,那,這些事情的話,就是,談到要說服力嘛,那,講到要說服力,其實最大的問題就來,很多人下不了手,大概是 我們通常知道說,一個社團的社員裡面,啊,具有熱情的人,絕對會大於具有技術的人,這個,在我們社內其實也是這個狀況,包括我們現在社內穩定的一些成員裡面,深圳具有技術的其實是非常極少數,那,呃,其他的部分,姑且不論的話,技術的部分,基本上學校也許會有電算中心,那,或者是資訊的老師,那,還有包括電資科系的教授, 我相信,基本上大多數學校都會有,至少會有資工系,資管系,等等科系,那,再來當然就是我們同學的部分,呃,這大事實上是我們一個,我們這個社群從無到有成立的過程,那,就是給各位參考,那,切外另外一半就是,小小的社群,從一台伺服器開始,那,這東西其實很重要,因為,我們社團到底是怎麼開始的,事實上,其實我們一開始也在怕,我們一開始也怕說,這個社團什麼都沒有,而且目的不是很明確,我們到底做出來, 到底會不會有人看,有沒有人要,那,不過我後來有想,我想蠻久的,我認為說,其實創設跟創業,雖然蠻像,一開始蠻像,可是其實又不太一樣,因為我們的目標並不是錢,那,再來就是,我們其實沒有業績壓力,也就是說沒有人會逼我們要把某個東西做出來,我們是自主心要去做這件事情,那,再來要想的是,我們資訊化背後到底是什麼,然後,資訊化背後是什麼呢,其實簡而言之就是技術嘛,那,資訊技術仰賴的是, 是什麼,其實就是伺服器,那,社團,一開始要有伺服器要怎麼來,其實,最好的方法就是培訓一群人,去創,去做這件事情,那,當然,我們做的事情就是,一間虛擬教室,那,這是一張試機圖啦,我,呃,看得懂,應該,應該,有些人看得懂,那,其實我們做的是一層的hypervisor,那,hypervisor做的事情就是,虛擬教室,什麼意思呢,我們把一台電腦當作N台電腦在用,其實就是虛擬化啦,那,呃,下面 後面這裡有一個連結,記憶細節,之後後面釋出會,再給各位臉,它是一個,呃,也是我們社團上一個學長,他跟我一起研究出來,就是,透過旁邊兩個關鍵字技術,hypervisor跟port forwarding,下去做出來的,也就是說,如果你的社團只有一台server,然後,只要他的主機板,或者是,呃,他的,呃,CPU支援虛擬化技術,然後再配上,呃,port forwarding,基本上你一個IP就可以做到, 一個虛擬教室,那,我還是demo一下,還有時間,ok,其實很簡單,畫面大概就長這樣子,旁邊這一區全部都是,虛擬教室裡面的電腦,對,那,操作方式跟各位有用過的VMware虛擬化都差不多,那,port forwarding的部分的話,則是,稍微遠端過去一下, OK,port forwarding的話,大概就是透過這幾行code,我們,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做到DHCP,所以我們其實是用,呃,靜態的去配置,就是,每一台的電腦對應到的port是哪一個,那這樣子其實有,連帶有一個好處,就是我們可以去做一些,那個, 呃,就是一些流量分析,像Ntop,我這邊是用Ntop這個軟體去做,因為,我們用的居然,既然是,我們用的既然是這個Virtual Gateway好了,那,這有點技術啦,就是我們用的既然是這樣子的一側,一層,一層虛擬的網卡,代表說這一層網卡,它並沒有透過對外的流量,它並沒有,它並沒有對外的流量經過,那這樣子它的風包,它的流量是很純粹的,所以,呃,其實它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啊,那,剛剛那只是其中了一下, 非常特殊的應用,那,呃,其實我們其他還有做蠻多事情的,比方說就是,剛剛我講的,我們要有說服力的話,我一開始做的方法就是讓很多人知道我們,像讓教授,讓技衆,讓校長,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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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沒有這個社群你想要成立的話,我認為是沒有什麼好猶豫的,因為我們的過程讓我知道說,其實有一個明確的方向,然後明確的服務對象,基本上就可以下去做 那,如果你正在一個社群裡面的話,我想大家可以思考的其實就是,我們可以多多運用周邊的資源,那周邊資源有哪些的話,我認為說技術其實不唯一的,就是很多的資源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那這一點的話,我大概是要點到為止,那如果有相關社群沒加入,我想應該少數啦,就是趕快加入,因為真的不用怕自己技術不夠,熱情才是重點,相信我 那,這邊還是再強調一次,就是技術層可貴,但是我認為我熱情價更高 不要讓人家覺得說,我們這張社團有多麼高背景,或者是距離很遠 因為說真的,創設不像是創業,它其實是帶給我們一樣學習的過程 那,放個梗,就是,這一堆猴子都可以征服神奇寶貝了,那我們為何不可能,對,謝謝 欸,有QA嗎? 有QA嗎? 7秒鐘 7秒鐘 4秒 有人要QA嗎? 有人要QA嗎? 那不然私下問,就真的有問題,私下問這樣 可以 有問題